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寿命长的人通常有一小两长三块的特征 快来自查一下,看你占了几条 至古以来,人们都在追求长生 从秦始皇追寻长生不老要开始 美朝的皇帝都有过寻仙问道求长生的经历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 当然,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努力 如果能够拥有长寿 那就能够更好的享受当下的生活 老年人要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健康 要给别人带来任何麻烦 这样的老年生活是非常愉快的 为了有效地延长寿命,维持身体健康状态 我们在生活中还要注意多方面的调节 要通过合理的措施来维持健康 只有坚持一些良好的习惯才能够维持健康和长寿 那么,想要长寿应该记住哪些话呢? 一,人活到多少岁才算长寿 以前的时候,医疗技术并不发达 活到70岁就已经算是长寿了 而现在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人们的寿命也越来越长 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6.1岁 只要能够活到77岁就已经算是长寿老人了 如果活得比较久 但是全身都是疾病 需要家人照顾的话 只身并不幸福 因为长寿只是一个方面 和长寿相比 活得健康和幸福才更加的重要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长寿的话 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二,宿命长的人通常有一小二长三块的特征 看看你占了几个呢 一,腰围小 一般腰围大的大多数都是肥胖的人群 而对于长寿的老人而言 很少能够见到胖子的身影 特别是腰部肥胖的人 有研究表明 腰围的大小和你的寿命的长短 有着直接的关系 腰围每增加一公分 寿命就会缩短一岁 随着化癌的风险也会增加 二长 一,眉毛长 在体相学中 眉毛被称为是长寿宫 若是眉毛端正成一致性 或者是烧成心悦型的人 往往有65岁以上的寿命 北京中医学大学东方医院的 彭玉清主任也曾提到 眉毛可以间接地反映出老人的寿命 传统的中医认为 眉毛是肾经所属 越浓密则说明肾气充沛 反之则表示肾气匮乏 大多数长寿的人眉毛都很长 眉毛长可以说是垂者高寿的特征 神像传篇中的说道 眉毛长垂,高寿无疑 即眉毛高长而眉尾下垂的人高寿无疑 所以眉毛长是长寿的 二,鼻毛长 鼻子是很重要的呼吸组织 在不断地吸入空气的时候 吸收了氧气 也把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带进了鼻腔 这个时候鼻毛就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了 对吸入的空气进行过滤清洁和保温 而且在气温降低时 鼻毛还能够阻挡部分的冷空气 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小了冷空气对人体的伤害 50岁后左右的男性 因为了衰老导致的鼻毛变得稀少 然而有的人的鼻毛很长 则说明身体很健康 更容易地跟长寿靠近 三快 一,排便快 这个想必各位中老年朋友都深有感触 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肠胃 不受到便秘、腹泻、不消化等疾病的困扰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上厕所的速度快 代表你的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强 肠胃蠕动的平翅更快 能够将排泄物快速地送出体外 这样速便就不至于在体内存留太多的时间 这当然对身体有好处 人们每天也要至少养成排便一次的习惯 哪怕是触过了早晨 其他的时间也要去排便 如中午饭后的半个小时 或者是睡前进行排便 总之每天排便是很多具备长寿特征的人士 一个固有的习惯可能是一次也可能是两次 2. 走路快 走路快是长寿人群的共性 走路速度越快 距离越长 体力的持久性也就越长 有望长寿 匹治保大学的学者综合地回顾了9项不同的研究成果 分析结论为 走路速度每增加0.1米每秒 死亡的可能性就会降低12% 走路速度快 也就说明骨骼和肌肉都比较健康 血管也很好 没有出现堵塞或者是硬化的问题 血管健康了 寿命自然就会长 3. 又睡快 睡得好 身体好 更长寿 据调查的数据显示 平均每天睡觉时间为7小时的人群 比长寿或者是短一该时间的死人群要长寿 很多人虽然有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但是入睡的速度非常的慢 可能闭上眼睛两三个小时还没有完全的入睡 这样睡眠的时间就缩短了许多 在这种的情况下 机体的循环代谢都会出现问题 而且器官功能在睡眠不足的影响下 也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美国抗癌协会的调查也表明 人们的睡眠时间与寿命长短有明显的关系 每晚平均睡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 每晚平均睡4个小时以下的人有80%是短寿者 但部分人睡得香 而且入睡的速度非常快 这样的人一般的睡眠时间充足 集体健康才有保障 2.为什么女性要比男性长寿 科学证实女性比男性要长寿 而且这和先天的因素有关 事实上我们在观察数据分析 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意思 女性平均寿命往往高于男性 女性长寿不单单是中国才有的现象 在世界上很多的女性的寿命都比男性长 平均数据显示女性寿命比男性要长10.4岁 从中医来分析 女性有其不同于男性的生理特点 这些生理特点保证了女性可以活得更久一些 简单来说 女性有月经 这是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很重要的一个生理特征 因为有月经 女性可以每个月定期的排血 此外 内分泌差异不同 女性卵巢也会分泌吃激素 吃激素能够增强免疫球蛋白 还能够远化血管 具有抗动脉硬化和抗衰老的功能 这是雄激素不能相比的 女性每个月生理期排除的精血 实质上就是一次身体的排毒 这样就能够减少体内毒素的堆积 也是出现女性宿命普遍长于男性的原因 三 如何才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长寿的人呢 一 心情愉悦 如果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 用良好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对自身健康和长寿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心情愉悦是保持长寿最重要的秘卷 乐观开朗的心态 对排除体内毒素和垃圾会有一定的帮助 也能够控制好血压、血脂和血糖 保证长寿 二、锻炼身体 众所周知 坚持锻炼对人体是有很多好处的 因为在锻炼的过程当中 它不仅可以促进血循环 还可以加快新陈代谢 特别是如果你每天锻炼40分钟以上 每周坚持锻炼4到5次 你可以事半功倍 在正常的情况下 散步和太极犬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 也可以养成长寿体质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很多人到了老年阶段 饮食上很容易的走极端 有的人认为人老了就一定要吃素 于是每天只吃素 有的人认为人老了 营养要跟得上 于是顿顿都是大鱼大幼 其实这些都是不利于健康的 健康的饮食习惯要注意营养的均衡 人要长寿一定要牢记四个字 那就是杂食不偏 天吃每餐吃七分饱 想要变得长寿是每个人的愿望 是想要长寿并不能完全的 只靠以上的一小两长三块等的特征 也要取决于健康的生活状态 和良好的饮食习惯 可以说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个人都可以是长寿的人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